看年輕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跟他多講話 然後唱他以前聽過的詩歌 或我們發生過的事情可以多跟他講 那詩字真的老人有三方面的推話 一個是功能上的推話 我們叫做詩能 一個是說話上面的推話 我們叫詩語 另外一個是記憶力的推話 我們叫做詩意 這三方面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 有的時候有的人失意比較快 有的人說話就是能力失去比較快 有的人很快就不能走路了 但是無論哪一個 我們都有一個很棒的事情 就是上帝讓我們能夠有一個恩典 認得我們自己的家人 就算是有一天不認得了 家人會認得你 所以不用害怕 很感謝請 我們也過一個被關心的對象 再次再來看我們奶奶的時候 我們林阿姨之外 我們再來看我們的江媽媽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為什麼你會來到這個養護所 我們來養護所的原因是一年 一年半之前吧 我們有一位就是林阿姨的女兒 在旺方醫院那邊 就是從照病房出來 到一方病房療養 慢慢情況穩定 需要一個安養中心 再打聽一下就打聽到這裡 也靠近捷運站 所以就把林阿姨 林淑貞姐妹 就安排住到這邊來 然後 林姐妹的女兒 就是 常常也是邀請我們過來 關懷她的媽媽 媽媽雖然有一點也是中風之後 記憶力不是那麼好 但是 她是有一些會記得 雖然記得不多 所以我們就會常常來這裡 唱我們以前一起唱過的歌 講我們以前發生過的事 讓阿姨可以想起來一些事 雖然不一定能夠講話 但是 看她的眼神 可能會知道 她好像知道一件事 她也會有的時候說阿門 很有趣 她不太能講話 但是會說阿門 因為這個緣故 我們就一個月大概來個一次兩次 我們就用禮拜天的下午過來 為她祝福禱告 讀一段苦公英的故事 甚至 我們有的時候就是 為她 來唱詩歌 讀一段經文給她聽 這樣也是幫助我們能夠陪伴 她以前很照顧我們 我們當學生讀大學的時候 她開放她的家 讓我們睡她的家 睡她的家 睡 睡 睡在她的家裡面 有多大幫 她接待 她是 睡的意思是說他們家很大 她很大 她在石甸 石甸裡面有兩成的 她的家很大 後來就是 她有給我們教會 當作一個退休會的場地 就是retreat 給我們就是 K主教就是避禁 避禁的場所 你看有多寬 我們十來個年輕人就可以住在那邊 空鋪 所以你們那時候是十幾個人就住她家 你是說你年輕的時候 我們十幾個人有的時候 一年吧 我們有一個暑假的地方會辦退休會 那我們就連三天兩夜或兩天一夜 那我們就會住在她那邊 她帶我們吃她的那個 那個石甸的那個客廠 豆腐 豆腐餐 我蠻喜歡吃她的豆腐餐 是她自己做的嗎 她自己做 喔 她自己做 她很會做菜 所以我們很懷念跟她生活的時光 那有一天我現在當了牧師了 她不一定認得我了 但是她會認得一些事情 那我剛才講起來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記得 那我覺得雖然是退化了 她今年也幾歲了 八十幾的應該是 大概大概八十歲了 那 但是我覺得 她不記得我們不重要 但是我們記得她們 呵 上帝記得她是重要 沒有七十幾了 大概應該是 最近八十一 對啊 最近應該也八十歲了 因為我們大概是 她中風前已經是七十幾歲了 對啊 所以我們也是很感恩 你說你從香港來的時候就住在她家了 那時候 沒有那麼快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 住在學校的宿舍 我們讀大學的時候住宿 但是我們有的時候 辦營會的時候 所以你那時候就是教會 就是在這個 就到伯特利教會 我學長都帶我來這個教會 她那時候的老牧師 是魯一彌牧師 她沒有自己的孩子 她跟師母都是沒有生小孩 把我們的這些學生當作她的孩子 她也是從香港來的 對 牧師師母也是從香港來的 然後就來這邊 然後就開放了 等於就是新的一個地方開起來 很辛苦 我們學生就是會協助牧師的做些事情 十四十五年了 差不多 是一個小小的教會 但是是已經四十五歲了 很有愛 這個小教會是小家庭這樣子 大概二十幾個人 我們教會 不懂 但是我覺得教會 特點就是說 是一個家庭 大家庭 所以現在也是二十幾個人 二十來人而已 今天也是來二十一個嘛 二十來一個 所以都是從香港來的 現在不是了 現在是大部分是本地了 喔 華僑比較少 華僑是韓國的 跟香港兩邊的華僑 大概百分之五十吧 喔一半 一半 差不多一半 這樣 了解 那就感謝主 感謝主 感謝主 謝謝你來看媽媽 很開心 對 很開心很開心 謝謝媽媽 你也是 說廣東話 很開心 哈哈哈 謝謝你 對 很開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